雅娜 太厲害了吧 太好看了吧 那鞋子很像 對 景莉老師來收看 是 其實我幫雅娜打造的這個造型 應該是說 它可以去派對 然後運動 在市場我覺得都OK 但是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 不只是男生 甚至包括女生都可以穿 女生還可以穿男友的 這種西裝外套的感覺 而且 很多的男生都很喜歡看 女生穿男友風 或男生的衣服 就是在外套的部分 可以這樣子地呈現 但是裡面就是小心機 有一點點運動風的 那種 在裡面 而且今年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流行元素就是 內褲的褲頭在這裡 但是這個是一體成型的 夾兩件 對 夾兩件 今天很多都會做這樣 或者是因為那種 千禧年的那種風潮回來 就會穿低腰褲 可是對於我們現在 還沒有辦法接收 那麼低腰的話 就可以露一截 小性感在那裡 還有就是 還沒有練好 打遮瑕 剛好那個位置可以擋住 對 游泳圈 因為穿低腰的時候 會發現的一個狀態就是 第一就是負 第二就是側邊的肉 會跑出來 那真的還沒有練好 我覺得這樣子的單品很好 漂亮 可以保持住 對 然後當然 丹寧的單品 它就是比較隨性的 比較輕鬆的感覺 但是微露了性感 可是還有一些 虞花的部分 就放在包款的部分 你就可以拿像這種水鑽的包包 因為你這種時候拿包包 才不會覺得很 就是好像要去夜店或什麼 其實這都OK的 然後今年也很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 靴子 對 像這樣子的靴子都很多 像強強剛才的那個高的靴 也是今年很重要的一個長度 對 膝上靴 或者這種膝下寬筒的靴子 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除了它身上的這種穿搭之外 微露性感 男友風之外 我覺得 你也可以搭像這樣子的外套 也就是男生風的這種襯衫 可是它其實是一件外套 它是 裡面就可以 很性感地穿這種運動衣服 或者是這種短梯 好酷 外套 這好看嗎 對 然後再加牛仔褲 這種感覺就是男生會覺得 就是有那種微微的性感 我覺得搶搶如果單穿這樣 也很性感 可以 搶搶 可以 搶搶 他們在搶了丁士褲 好像很像 沒有 但是其實今年真的很多 外面是造一件男生 男生的 單品 大大的 可是裡面就是很性感 很貼身的 裡面那一件超短的 裡面這一件真的很短 它會露 就是男半球的 不能舉手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要舉手的話 你就裡面可以再搭一件 運動布袋在裡面 其實這樣層次感也有 然後就比較安全一點 明白 對 然後 剛剛有介紹就是 丹寧的西裝外套 另外一個今年的秋冬 很重要的皮革 皮革的西裝外套 然後再加這種 有一點絲絨斷面的 這種褲 然後喇叭的 這個斷面的 超好看 裡面就是強強喜歡的 對 黑色的那一種 黑色蕾絲性感 然後有一點馬甲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讓男生 就是 如果你仔細去看這一個女生 感覺外面好像很中性 但是裡面是微露性感的 其實男生就喜歡這樣子的 明白 穿搭的方式 另外我覺得也可以去選擇 也是這種都會型的西裝 對 但是這時候穿 裡面是穿這種洋裝 好漂亮 對 像這樣子的洋裝 它其實可以露腿 它又是平口的 其實是女生穿都會有一點點 就是 你甚至男生會很喜歡這種平口 然後微露胸 胸上肉子這種感覺 可是外面就是 你可以搭一件西裝 感覺時尚的態度就出來了 對 另外還有就是 像這種 帶有一點點小香風氣質感 小健 老師 怎麼那麼小健 說起來 因為它是螺紋的 它很有彈性 不行 再洗個兩次可能就不見了 沒有 這個穿就是你一定要露 很體穩 對 它很體穩 可是因為它這種螺紋的彈性很好 它可以拉很長 但是因為今年真的很流行短板 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這種零行格 小香風的 這樣子的單品 有時候在穿搭的時候 會很容易成熟 對 尤其是搭 這個如果又搭小香風的外套 就會更成熟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年輕的這種 短板的上衣搭上去 然後這樣子微露那種 腰間性感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種年輕度 下面那個材質很像包包 對 但今年這種材質 或者是粗花泥的那種材質 在今年秋冬真的滿多的 好的 然後如果你要你知道 跨年有夠天冷 你就可以在那裡再加一塊 好暖 這其實真的是可以 節日跨年穿的 好看 對 這樣子的一個 難得你喜歡是總和車 我覺得滿不錯的 這滿漂亮 真的滿漂亮的 而且這一個顏色 白色 其實是很有氣質的 然後再加上 好好看 可能是聖誕節或跨年的時候 這種白色穿搭 有氣質 然後會讓人家微露性感 男生應該也會 穿搭的方式 然後再來我覺得有一些比較 個性化 剛才有講到皮革 可能會有一點點距離感 但是如果你又搭上短板的 這很幼帥 好好看 對 可是這一件短板的襯衫 它也是有心機 就是它在腰間的部分 你可以纏這個線 膀帶 個性感 對 然後露出腰間 不是腰間肉 都是露出腰間 比較性感的MASHA 對 馬甲線穿字機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我覺得 雖然說 有一點點中性的皮褲 可是腰間的那兩條線 真的是有加分到 男生對那種 其實也是隱隱約約都會 會受不了 會下降 除了剛剛那樣子的一個穿搭 如果到了一些派對的場合 或者是節日 我覺得也可以這樣子 好可愛 因為其實我覺得 加娜的男品都是比較 這不得了 比較算是平易近人 對 但是偶爾也可以選擇 稍微有一點點設計的感覺 就是你可能在有一些場合 是可以穿得到的 或者是 今年的秋冬真的非常多 是這種 貼身 然後有一點點那種幻彩 迷幻的感覺 那一種Y2K的一個風格 很貼身 其實它是很性感 可是你穿上去之後 除了這個會露腿 它還有一點隱隱約約的這種 薄紗 透紗質 然後透視的感覺 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長的這一件 對 它其實你也沒有露什麼 但是它的曲線就會很好看 那你也可以去搭配像 丹寧 因為如果這樣子搭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 就比較不冷 不是 緩衝 緩衝那個蠟度 你可能可以去逛捷 或者是你可以搭一雙這種靴子 對 有一點高筒的 但是是裙擺會蓋到 蓋到這種高筒靴 這樣子的一個穿搭的方式 就會變得比較個性 好像你去夜店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穿 可是如果你在外面逛街 平日的話 其實這樣穿也是很可以的 很OK的 對 另外 剛才有講到那種透視網紗 我覺得也可以去選擇 像這樣子的單品 很簡單的一件針織 然後很有設計感的 可是你在穿的時候 好像真的也沒有露什麼 但是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是一個有質感的女生 因為它曲線很明顯 對 尤其 這個時候就要慎選內衣褲對不對 對 真的 要無痕的 拜討好嗎 對 因為這一種 針織羅紋貼身的單品 真的內酌一定要選好 另外還有像這一件也是 這一件也是非常心機 對 它是透紗 然後兩側 滑桶 然後還有包括這裡 對 還有它的背 哇 對 它 那是全露的 這好像全露的衣服 它這裡不是露最厚的衣服 這也強的衣服 這個妳太長了 它內衣都不能穿 但是它有腰身的 對 這個就是 真的要貼胸貼 這個地方 但是當然如果是 在外面現在比較冷的情況之下 你外面戴一個大外套OK 然後進去一些派對的話 其實脫掉 我覺得它就是很性感 男生 就是會很吸睛 對男生來講 然後另外還有像這種挖洞的感覺 哇 對 它其實是挖到很 很內側 所以挖到這裡 但是它其實不會露太多 因為它是胸上 露得剛剛好 露得剛剛好 只是它透過了挖洞跟金屬 跟肩膀這種露一點點 然後去展現它的 小性感 但是因為它整體的這種洋裝 它也是做一個貼身的設計 對